美国现在对加密货币的监管的确在加速了 前两天证监会才刚起诉了币圈的大佬孙宇诚 以及给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发了警告信 昨天币圈最重磅的消息就是期货交易委员会 英文叫CFTC又起诉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以及他老板赵藏鹏 我看这个74页的起诉 还是有一些地方很有趣的 第一大家看这些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 都不在美国运作的 为什么会被起诉 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在用币安 而且是在美国用 而币安又没有受到监管 美国政府就有管卡权了 为什么是期货交易委员会来起诉 而不是证监会 起诉书第一次实际上是很明确的 把哪些加密货币是商品给定义了 他就列出来是比特币 以太坊来的币还有两个稳定币 USDT和BUSD 第二 那这次币安和造长篷有多麻烦呢 CFTC可是列出了235项的违规或者是违法行为 其中还包括了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等 甚至还说他是有帮恐怖分子洗钱的行为 看起来还是蛮严重的 够币安喝一壶了 最后起诉书里面的有些内容还是佐证了我以前视频里面的一些猜想 比方说我以前就觉得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应该是被少数人操控的 这个起诉书里面就很有趣的就提到了 一个芝加哥的交易员交易量就占了币安的12% 是他的前五大的客户 看起来币圈的水还是很深的 总之这次起诉我觉得对币安还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倒下来倒不一定 不过估计会得给美国政府很多钱才能和解 这还是小事 现在对币安的挤兑实际上又开始了 大家看过去24小时有超过3亿美金的资金金流出币安 起诉书出来以后了 一个小时就有1.45亿美金的金流出 所以说接下去几天还是可以盯一下 看看这个金流出量有多大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